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太适宜接着在旅游的时候 江辉是这样吗 江辉是这样吗 江辉是这样 那我更要有 我就想象那个女学生 留学生是美国来的 美国女留学生 要反应是不是衣服穿好 幸好护照还在 跟钱没丢 是不是这样子 你不要取笑别人的悲剧 对 还应该充满同情 并且佩服他的勇敢的精神 但是我跟你说 有些时候反者倒置动 你反过来再想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最近也闹出新闻来 也是涉嫌一起强奸案 才20出头的 就英国吧 美国 爱奥瓦州 是 是吧 一个20刚出头的 他强奸谁呢 他强奸女房东 他要租房子 看房子的时候 顺势把女房东给监了 女房东几岁 我回级五六十岁 闹闹 我不清楚 也许有少女房东 对吧 反正他强奸 涉嫌强奸女房东 但是这事更传奇的是什么呢 他现在他还被 可能被控 警方控他什么呢 叫干扰 干扰破案 还是什么干扰证人 司法公司 为什么 他在里边关进去了 他写信 写信给周围的人 让他们去找女受害人 让他撤诉 同时 他的父母亲 你说中国人民 是怎么理解这个世界的 他的父母亲 听说出这事之后 那当然是不远万里 飞到美国 干什么呢 打点 你知道吗 就企图贿赂 就是说 让这个女受害人就算了 咱们撕了 撕了 不就是一强奸吗 对吧 你也好好的 在中国常见是可以撕了吗 谁算呢 犯行法 最高死刑 对 是犯行法 可是听说可以跟法官撕那样 但反正有渠道 就是你可以想办法 反正大家都这么相信 那么这是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观 所以去了美国之后 大概也觉得爱好瓦州 有没有州委书记 能够搞定一下怎么样 因为以前 因为以前大概 二十年前左右 在台湾 强奸还是可以撕了的 二十多年前 对 二十多年前 在强奸 很离谱 他还属于民法的一部分 比方说你强奸了谁 他说你被强奸了 文涛被强奸了 有人去给 把钱给你爸妈 你是可以不告他 那警察可以不管 你们撕了吧 后来经过女性运动 把她争取 妇女去争取 把她改为刑法 才不能撕了 后来后果严重 我肯定你贪财 你缺财 你需要钱的 我强奸你 什么都好 我就丢钱就行了 他不能保护女性 所以后来改为刑法 而且这个东西里面 最关键的就是 他没有认识到 强奸是暴力侵犯 你不要说 强奸 你比如说你拿刀砍人 这能不能撕了 这绝对不能撕了 为什么这是暴力侵犯 这是刑法 他们往往忽略 强奸是一个暴力侵犯 就那个年代 我觉得其实很多 台湾的官 或者台湾人 或者甚至华人世界 对强奸那个概念 都有点模糊 但是交通事故呢 撕了吗 交通事故 看是什么样的交通事故 假如你没伤害人 没有人受伤 好像可以撕了 就香港也可以 如果两人说你给我多少钱 我要保险赔偿 警察通常入口宫 然后备案 称为备案 然后问你要不要告他 假如说有人受伤了 身体受伤的部分 那政府来决定 要不要起诉你 可是就算你撕了 政府也有可以起诉你说 在追究 危险驾驶 你不小心驾驶 那是另外一个事情 反正没有 香港没有什么 撕鸟的概念 所以最近香港不是讲说 违章建筑吗 新界原 前建 新界原居民嘛 就说好多人 好像八层九层的房子 都有乱盖房子 政府说 现在要动手了 我们要拆 那新界那一群老大老兄们 就提了方案 说不要拆 我们撕鸟 撕鸟 我们赔 我忘记他用什么词 他说我们赔一笔和解费 给政府 那就好了 你不要来拆我 最后香港 我看也有的人士 是提出 说可以把这个撕鸟 变成公鸟 怎么说呢 就说这个政府部门 也可以考虑收一笔钱 这笔钱叫什么呢 叫容忍费 对 违章建筑容忍费 像今天把香港政府 当黑社会老大了 容忍一下 就给北九露塞 龙行 他用个吃 好玩 容忍费是吗 然后顶多叫 小天有容忍费吗 对容忍费 顶多叫巴容费 比较舒服 最近江辉 他们那儿 好像也出一个私了的 说前一阵子 后来私了不成功了 我们也是给学生 家长 学生也强奸 有些没有没有 我们学校非常规矩 是有些学生 女的跟男的 有些冲突 年轻人 是留学生 对 来香港读书的 内地学生 内地学生 荷尔蒙就标发起来了 就打起来 好像轻轻一个耳光 我刚听到这个事情 我还以为是男的打女的 原来不是 是倒过来 我说中国这样了不起 香港我没听过说 女的一个巴掌 轻轻而已 听说 听回来的 这把那个男的鼻梁 打歪了 怎么轻轻 这巴掌 能把鼻梁打歪 有太深的功力 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 听说这个女生来自四川 四川拉妹 那另外这个男学生 很不幸 以前受过伤 然后来父母亲 当然很爱护小孩 就来说 看能不能解决赔偿什么 那我们当然就说 这事情在香港是不行的 不能这样做 一切按照法律来进行 当然学生家长也要明白 两个地方的做法不一样 在香港这个应该是 进入司法程序的会 因为你伤害别人了 对 假如政府要告的话 假如你去告案的话 当然背后有很多法律情绪 可是这个事情 其实是说很多事情的一个 我听说看报纸 以前在香港 有很多的其他的大学 也发生事情 要写论文不及格 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 他说晚交了 也是学生 二话不错 说农免费 给这钱 结果还被教师告了出来 告到联署去 对 那当然进入法律程序了 那后来到事件呢 在那个大学呢 就引起整个香港的教育界 就讨论 因为有一帮的老师们就觉得 可以啊 我们重新教育工作 当然不能收钱 不能收钱 可以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告去政府嘛 你应该教育学生 你不要给我钱 给他机会 给学生机会 那有一群香港的老师就说 不行啊 法律就是法律 你不能说碰到这种事 你要责任去举报等等 所以很多两地的这个这个文化冲突还是存在 没错 我们这文化就喜欢私了 我这辈子签过好多个合约 签合约的时候 我也非常认真 我想这次我能不能就是咱们签一个真的公事公办的 认认真真的 这不咱们以后少麻烦呢 但是基40年的经验 最后我不得不发现 我生活中所有的问题都是私了 将将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也希望在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最近传来好几起 都是跟中国孩子在外头有关 最新的我看就美国警方11号 在美国都追悼会 俩中国留学生在宝马车 可能是情侣在宝马车被枪击 遇害 抢劫吗 枪击 可以怀疑有可能是抢车 当然咱们这个媒体报道热点 就特别注意到是 最新型宝马三系列豪华车内 两名中国留学生遭枪击 多处弹孔 而且男孩子好像中枪之后 还走出轿车 到邻居的住所敲门求助 但最后宋院都不治 然后你知道我看美国那边新闻特别有意思 美国人其实也有贫富的观念 否则他们在这道词的时候就不会有人那么说 说这两个孩子他们就是非富非贵 那意思就是也不是富人 为什么要遭到这样的打击 后来我就想起我有些美国朋友跟我说 美国人心里也有这种仇富心理 对 他潜意识当中 对 甚至于现在中国有些人发了财到美国 他都不习惯跟他那些美国朋友们来 说你住酒店住得好点 他那个笑话你 他觉得你二百五 你知道吗 他会有那么一种东西 看什么地方 我觉得他看什么 如果你在纽约没问题 纽约就很炫富 但是一般美国人 他们那种所谓仇富 它是什么 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他不喜欢富人太炫耀 他会觉得那很难看 所以他们喜欢的富豪呢 可能是像沃尔玛那个老板 到现在都还是骑个破自行车 什么这种 或者巴菲特这种 人家到现在还最爱吃麦当劳 他们心目中的富豪是这样的 这叫典型的好富豪 那另外一种是什么 他们不喜欢人家是继承财产 而发财 美国人喜欢标榜人是 要不你真有钱 白手起家 你没钱 起码你是一个ordinary working people 就是老老实实工作上班的人 他们喜欢这种人 那肯定英国人喜欢继承财产 英国人就更奇怪了 英国人是这样 英国人是固然有贵族阶层 那贵族阶层也常常会被人取笑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工人阶级呢 他们也有工人阶级的自豪感 比如说英国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英国人 明明出身中产阶级 故意学一口矿工腔 他要标榜他是工人阶级 虽然他明明不是 很奇怪 英国 你说在每个地方啊 这个买个车 我不晓得这个两个可怜的小孩的背景 可怜人家家里的确真的非常有钱 然后到一个地方买个宝马 买车嘛 其实宝马 假如他家里很有钱 买个宝马 我觉得也没有太悬 你说买个留学生 买个法拉利什么什么 那就比较奇怪 对 宝马在美国不算什么 那车也不贵啊 很难讲 你说在哪个 有些州啊 看阿瓦什么地方嘛 难讲 可是那个 因为里面啊 很多的成见的 我看这些新闻 我就想起 我在美国读博士班的时候 刚去 然后跟一个白人的男同学 就提到 我刚来然后准备买车 他马上就假设 我会买一台Benz 好像你们亚洲来的人 都是很有钱的 一定要开这种车的 买车 你要买Benz吗 一定是 到时候借给我开 这样 天晓得我根本买一个 我记得那时候 2500块美金的 第五手的车 卖了五手的车 他们对亚洲来的留学生 还是有些成见 有些定见 觉得你们都是有钱 因为像我跟你说 据说这个留学生啊 那天我听一个妈妈说 我都听着也是挺感动 据说是 中国孩子到那边留学啊 我是因为我们那天去伦敦 找了一朋友的这个小孩啊 带着我们 我就觉得这小孩真好 80后很年轻 我说这个跟他们说的那些 这个桀骜不逊的那些 中国人完全不一样 特别好的一个孩子 就回来我就跟他妈夸啊 那妈妈自然都是很自豪 我们就在讨论 你说这是教育的原因 甚至有时候你不得不归咎 是不是天生的 有的孩子天生 就是个小混蛋 那有的孩子天生 可能就是一个好孩子 我都不知道 因为你看他妈妈就说啊 他说我这儿子真是就让人放心 他是说 他说你知道出国 那也很不好适应 也有很多坏孩子 包括这个冲突 他就给我讲一个细节 他有一次 我半夜里 我接到这个电话 应该是在外国的白天 他说我这个儿子 就拿起电话 就手机 他说用的这个号码啊 是他大陆的那个号码 他一看 他就觉得不一般 因为儿子不会用这个 给他打电话的嘛 然后问他儿子在哪 儿子说呢 在厕所 在洗手间 然后呢 问他儿子怎么了 儿子就在电话里 给他妈妈说了一句 说妈 我很想你 就把电话挂了 这妈妈说了 就说 你们不知道这个母亲的心呢 我一听这个 他说我就知道 一定是有事 出事 第二天一早 买机票 就去跟儿子住 但是儿子就很坚强 因为年轻人也自尊心 就是不说 他说我到今天呢 也不知道儿子 到底碰到了什么 但他说我作为妈妈 我知道 他那天肯定是 或者是被人欺负了 或者是 怎么着 所以他就说 就有心情 天下父母心 一模一样 我女儿在澳洲读中学 那两年有事 也是 他没打电话回家的时候 我非常舒服 非常安心 非常放心 表示他在那边玩得非常过瘾 上课很顺利 每天上网 就不会打电话回家 他只要一天 打了两三次回家 我就知道 他一定有事 一定是那个情绪不好 学校功课不好 跟同学摩擦 我们 但他也不说的 对不会说的嘛 那要说也不跟我说 听下父母心很奇怪的 像这个 那个那么可怕的新闻 开宝马被 被被杀了 我有个朋友 也是父亲嘛 一看见新闻的反应 就说 不行 我得给我小孩 换个Porsche才行 他在英国读书 也是开宝马 开Porsche 可能碰到事情 跑得比较快 对 当我同意 看哈雷呢 跑得更快 不怕赌车 我是同意他的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传承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宝布藏 红花国色 将相变化 红花狼 我想说 这中国留学生 当然不可能说 都都很麻烦 或什么样 但所有的偏见跟歧视 总是从几个例子 或者你的一些遭遇 然后你把它扩大 造成的 那现在在北美洲 的确有个很强烈的 一个歧视中国留学生 的一种偏见存在 有 加拿大到美国都是 他们一提到中国留学生 他们的印象就是 这些留学生 一定都是有钱 他为什么有钱 要不就他爸是贪官 要不就他爸是 是一个奸丧 或怎么样 爆发户 爆发户 都是这样 所以那个印象都不太好 那当然不至于 全部都实况 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 只要有几个留学生 他是属于我爸是李刚那种类型 他到了那边还这样搞 你就可以想象 就这几个人就够了 就足够搞错误 真的有 因为我们家有亲戚的小孩 在这个外国 这个上大学的 你听他们讲 我认为啊 很多富二代 他们的父母 未必知道 他们孩子 现在在外边到底干嘛 都不上学了 对 我们家的小孩 他们都不上学了 就是开着炮事 找什么女朋友啊 整天就是抽烟 因为外国人 很多地方不让抽烟 你就看 就是叫 杜甫那个诗里 说的那种叫什么呢 招摇过世啊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在干这个 然后往往呢 就容易搭起来 那就跟 有时候跟当地的 这个什么团伙 这确实 我觉得这绝不是 大多数的情况 应该咱不能这么说啊 但是呢 有几个就够了 挺出词的 挺出词的 就有几个 飞车党之类的 而且呢 他们还会带来个什么问题呢 就这些年轻人 现在开始 让人甚至怀疑 整个英美的 传统名校的收声方法 比如传统上 大家都觉得 像美国长春藤 英国牛舰 那都是好学校 这好学校收声 都是收好学生 不会因为说 你家钱多 或者你有关系 有背景 我就收你 但其实 现在越来越多人 注意到根本实况 不是这样 有一些学校的学院 比如说你去学古典学系 你去学社会学系 的研究生 恐怕还是看成绩的 但是如果你去商学院 如果你是去一些 什么行政学院 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一个 巨父的子女 某个酋长的儿子 某个游王的儿子 某个领导人的儿子 或女儿的话 你可以成绩 不好多人进得去 因为商学院 或这种行政学院 它更在乎的是 我这些学生 他们的背景 跟他们将来可能 组成的关系的联盟 可是我们看 英国跟美国的名校 你假如摊开来看 门户还是很重要 很重要 可是有一个差别在哪里 特别在英国 它假设你来自 大门大户的 你有你的家风 你的训练 你的口味品味 你学业成绩不一定最好 可是你在其他艺术的素养 或者你其他甚至体育的 最基本的体能等等 各方面整个素养 有一个水平 那同样的方法来收学生 不一定是中国的 可能英国美国以外的学生 那他来到 你家里很有钱 可是家风这一个部分 这没办法来补足了 可是他同样来收 大门大户的小孩 有钱人的小孩进来 他没有办法 他适应不了 你知道就说 中国这个新富的 没有什么家风的 是吧 也不可能 因为是第一代第二代 实际上我知道 有的孩子 是他这个父母亲 把他送到外边 父母亲就没法管了 你知道吗 就现在有些小少爷 就从小在这种 紧衣玉食的环境下长大 父母亲往往 第一代创业的 他忙于事业 慌疏了孩子 而这个孩子就膨胀到 无法无天 然后实际上 这父母也没办法 把你送到国外去 让美国人去管 他是这么一个 就好像自己也管不了 现在我见到很多父母亲 就说起自己孩子 就叹气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结果已经造成 比如说他可能已经 十六七岁了 甚至已经二十出头了 他是好是坏 这父母们普遍反应 没有办法了 但现在我说 我说不过他 打我还没他劲儿大 你还得给他钱 你知道吗 你完全你没有办法 这不就是以前 我们当年十多年前 看到的小皇帝吗 就长大了 长大了 长大了 可是公平一点说 现在当父母的 没有一个不叹气了 因为你父母在怎么样 对他们的管教 教育教养 比不上一个互联网 他只要一上网之后 我告诉你 Good luck 祝你幸运 你的小孩不是你的了 网络上面 他碰到什么好人 坏人 好的网站 坏的网站 他们那个把那个小孩 完全把他拉过去 所以父母都叹气 而且你知道 其实他们说 美国的那个中学 高中啊 有很多地方 其实也挺暴力的 当然 你不要想象 美国是多文明 他那个地方 你做人更需要懂啊 你比如说 你有个小孩 你学人家同学的口音 这就招来一顿 这在美国就一顿暴打呀 他一样这个团伙啊 那种更不激烈 大学可能还好点 对对对 如果你是看年轻去 我们说是美国 有点终止 对 真的是看起来 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